清洁公司现在传出了有商业间谍卧底 这是名列台北市三大清洁公司之一的 杰康清洁公司 在去年三月间有两名女员工离职 但是离职之前他们就涉嫌偷走了 公司的客户资料以及报价机密 还有教育训练引带 然后另立门户叫做杰森公司 消架抢劳动家的生意 劳动家知道之后愤而提告 现在检方也以违反著作权 以及背信能腾碎鞋将这两名女子起诉 所以我们主管干部每一个都很受伤 认为人性彻底的击垮 真的是新函情要去打破地 要不是客户告知有别家公司的 水塔清洁记录表和自家 长得一模一样 报警侦查 才发现是离职员工 盗走公司的商业机密 他表现我的公司客户资料 大概有七八千笔 所以他把我们总电脑里面的资料 全部用水深地把它扣走 盗走机密 另立门户的是陈姓蔡姓女职员 到杰康担任业务三年 去年3月1号离开 不久后就开了杰森公司 消架抢老东家的客户 还挖老同事 我们还特别带领公司的干部 特别送花去跟他祝福 他们开公司后大概一两个月 我的客户就陆陆续续反应 他主要的就是降价 大概九折八折都有 还有挖我们的员工 这是找原来我们资深的能干的 这些都是水垢 所以他需要用菜瓜布 好好的去把它刷干净 如何清理水塔或是怎么打扫大楼 引带中讲解是杰康的副总 黄带峰示范人员穿着杰康制服 如出一册的教学影片 在杰森公司的电脑里扣得 这下商与客户损失不少 杰康份额提告 检方侦查后 依违反著作权背信等罪起诉 而被告的杰森公司 大门深锁按门铃 没有人回应 明日新闻陈建廷 刘玉琪台北报道